是求sine15度的平方 加上sine35度的平方 加上sine105度的平方 加上sine125度的平方 好 这四个角度嘞 看起来都不太有关联 但是其实一定要有关联 不然我们要怎么做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边啊 看到了平方这个东西 有没有 看到平方这个东西 我们就一定会想到 唯一一条 好用的那一条 那么sine4大平方 加cos4大平方等于1 所以我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前进 来 那 第一个 sine15度的平方 我就要去找出cos15度的平方 才能凑成1 那我的cos15度要从哪里来 对 从后面那两坨来 好 前面这两个我留着不动 那我们来看这一个 sine105度 105度我是不是就可以写成90度加15度 对不对 那你觉得你看起来不太习惯的话 没关系 我平方先不要写 来sine90度加15度 那我就可以转换啊 这个90不是180的整数倍 所以我就要换成cos15度照超 好 那90再多一点点是第几项线 90多一点点 所以它来到第二项线 第二项线的sine的值是正的 所以就变成正的cos15度 好 那我的平方再把它放回去 可以吗 好 所以这一个第三个 sine105度的平方 我就可以看作是cos15度的平方 比照办理 这个呢就可以写成sine90度加35度 对不对 然后一样 这个不是180的整数倍 所以就要换成cos来35度 平方还给人家 可以吗 好哦 那我现在就把柿子写好 那原本的前面两项放好 好 放好之后呢 你就发现这一个跟这一个加起来 是不是就是1 然后呢 这一个跟这一个加起来也叫做1 所以我的答案呢 就是1加1等于2 就是1加1等于2 然后補养 4分钟 4分钟 5分钟 5分钟 7分钟